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妹 今天天气终于好了 所以我要把这个茄子把它晒干 现在把它铺开 一个破墙细块就可以了 现在水开了我就放上来蒸 稍微蒸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把它蒸熟 可以了 蒸五分钟就够了 蒸熟 现在要把它放上来 要把它拿去去晒 这个茄子已经分了 好几趟将人拿出去晒 现在我揉几个拿来烤 就这样放下去烤 烤熟了再铺开 我就不生那个炭火了 直接用烤箱来的 上下200度烤20分钟 我现在就来烤这个蒜头 这个蒜头我就放一半 上来爆一爆香 另一半我就给它生的 这个叫做三熟蒜 它比较香 所以现在就把它拿上来搅拌 放蚝油 这个是鸡麻油 放点油 酱油 可以了等到那个鸡鸡烤熟了 再拿出来铺开 再放这个酱油上去 可以了 哇好烫啊 嘿嘿烤前就要紧你看 现在我要把它铺开 现在我要把它铺开 可以了 现在还要继续放上去烤 要烤多十几分钟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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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看 这里还在滚呢 哎呦 拿过去先 好香啊 我现在就要放一点葱还有香菜 就这样可以吃了 现在我来尝试一下 用搅拌好才吃 就这样了 嗯味道真的很不错 干块面 大排站烤的 都差不多 而且又方便 朋友们想吃吗 我都吃上瘾了 嗯好了不读书了 我要跟你们说拜拜 我还大口大口的吃 哈哈哈哈 喜欢酒妹的视频 继续的关注 我们上期再见 拜拜 加上了解酒妹更多的土特产 就点击屏幕右下方 了解更多 谢谢大家的机器 以关注